400元 28元 今天也來到的 富良野 富良野 先 loot characterize 我們來到的這間 Kumakera Kumakera 這裡有感覺什麼呢 就是他們的 Loster Beef Don 他们的烤牛肉饭听闻很好吃 很出名的 这间GoGo的评价 有1700-1800平均好评 达到4.2分 我们马上去试一试 Let's go 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快点订阅吧 那些小屋是不是很漂亮呢 如果想知道这里是哪里 就千万不要走开啦 我们Facebook和Instagram都正式上线啦 请大家多多支持 哇 来了 这个就是这间店 Kumagera最出名的Lost Beef Udon 粉红色的 可以半生的 究竟味道如何呢 让我马上去试一试它 首先呢 就要拿一个WhatsApp 做一试 吃不吃啊 先试一试它 哇 很好吃啊 好像生的和牛一样 吃下去 完全不像烤过 哇 这个很棒啊 非常棒 是这个很棒的 我們又來到我們今晚要住的房間了 進去看看 走不走不走? 先開燈 這麼乖呀 看劏房 劏房有什麼人開? 好 也挺開陽 嘩 白色的 好 看看其他有什麼 衣櫃 鞋櫃 衣櫃 鞋櫃 我找的應該是 開燈 噢 挺古怪的 它的間隔 是走廊 對 是走廊 不過只有這房間才有雙人床 其實這房間都是兩張雙人床 酒店內設有小型遊戲機中心 還有紫彩汁湯溫泉 最令我在意就是酒店內可以借滑雪用具 一於去看看 嘩 如果沒有準備到用具 但又突然間即興想滑雪 這裡就對了 桌面上擺滿了 form 你填完之後 交給職員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要付錢 想知道更多詳情的話 就可以入這個網站看看 看看 現在疫情關係 它的護眼鏡和手套 不能租得到 所以這裡可以自己買到手套和護眼鏡 Cabin 今天有点违和感 今天没有了眼镜 因为太冷了 冷到眼镜都很减冰 蒙茶茶 回到正题 今天带大家来到这里 后面这个 Ringu Terrace 是什么地方 精灵露台 大家有没有听过 什么是精灵露台 名字这么漂亮 其实这个精灵露台 就是在新富良夜黄子酒店 旁边的一条 用很多小摩 造成一个商店街 有什么特别 有多精灵 事不宜迟 立刻带大家去看看 Let's go 现在这个下雪的景象 加上我身后这个 精灵露台的小木屋商店 是不是很梦幻 是不是很漂亮 这个真是影响性地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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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刚刚和大家看完早上的精灵露台了 大家又觉得怎么样呢? 但听闻晚上的精灵露台有第二种不同的感觉 好 等我们立即带大家去看看 晚上的精灵露台是怎么样的样子 你看 现在到晚上了 现在这里就是精灵露台的晚上了 是不是差很远呢? 快点 立即去看看 回去拿去個铁匠 小心点 您需要来 пок用忙,请不吝点赞 再远 祝福 要不 organise 我们在精灵露台走下一点 这里有一间叫心脂时计 是一间咖啡店 当然有咖啡喝 也会有食物 如果黄子酒店的食物不适合 或者觉得很贵 不妨可以试试这间心脂时计 他们的价钱也算比较优惠 还有他们的心脂咖喱也很有名 如果喜欢咖喱的朋友 不妨来试试 我们来到了 Morino Toke 这间心脂时计咖啡厅 试试了这个最有名的心脂咖喱 很香 和汤圆巴最喜欢的咖喱 试试它 不算很辣 香参味很重 还有点甜点 哇 正啊 很香 很辣 葱 你 300日圓門票就包了一次水泡滑梯 你看湯圓包玩得多開心 好玩嗎? 好玩嗎? 是呀,你送你嗎? 我不玩 為什麼? 我不想拉開 好玩 好玩 我吃了一下 至少 要吃了 你好 這裡 你好 你好 我是一個小駕駛 不可以 rocław Hello 早晨呢 現在又去吃他們的早餐了 酒店的自助餐 只要加1000日圓 就可以吃到好吃早餐了 我們先試試 早餐吃過這麼多次自助餐 所以這次就加1000日圓 看看有什麼吃 和食早餐都是離不開刺身 宵雨這些例牌的東西 值不值得見仁見智 不過自己有個比較寧靜的位置 輕鬆慢慢享受 私人度又高 我個人覺得也不錯 12樓的餐廳是 卡拉麥士 準備一頓 謝謝 我們坐下了在這間酒店上 12樓的餐廳 這間是卡拉麥士 這裡的午餐菜也挺優惠的 都是1000多日圓一個餐 等待湯丸巴試一試 這個餐廳的料理 究竟味道如何 大家猜不猜到什麼吃呢 開猜吧 滾熱辣的麻婆豆腐 我們一氣苛城的富良夜兩日一夜之旅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怎樣呢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怎樣呢 我們一氣苛城的富良夜兩日一夜之旅 除了新富良夜皇子酒店旁邊那個精靈露台之外 他們後面的滑雪場都很棒 很適合一家大小去滑雪 可惜我們這次沒有時間去滑雪 如果不然就可以拍一下滑雪片給大家看看 還有富良夜市內還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那就等我們下次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今集就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短片的朋友 希望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 對我們的影片或者channel有任何的意見的話 都非常歡迎留言給我們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就記得快點訂閱吧 多謝收看 下集見 拜拜 拜拜